这一条新闻需要大家一起来响应 根据宜兰县政府社会处的资料统计 104年度宜兰县受理儿哨保护案件 大约有282件 累积到去年底为止 有100位儿童少年需要安置跟寄养 不过目前宜兰县的寄养家庭只有25户 所以宜兰家福中心希望有更多家庭 可以加入寄养的行列 为儿哨保护进一份心理 因遭受遗弃或家庭变故而需要被安置的儿哨 除了安置机构之外 寄养家庭扮演替代性的家庭角色 给孩子们爱与关怀 亿兰县目前共计有25户寄养家庭 今天由县长夫人林素云班发证说 寄养父母也和大家分享心路历程 我们的黄树章女士当我们寄养家庭18年 小朋友都成年了18年 然后我针对这个 第一个我每个大玩家孩子 我第一个就是一定会 会管理那个品德方面 第一个我会觉得 你特别是不不不 你是跟我管理的很重要 因为这就是说品德 我应该社工都知道 我第一次去管理打的或想的 我都会管理他说 你点到是正确的品德观念 因为你今天要再生一样就比较 比较大 因为是感觉是说国小还好 国小还可以 但是国中的话就还稍微有点败 所以说 但是我们还要建议 真的去把他管理这个管理 好像要把一个家庭开放给一个 我们不熟悉的孩子 甚至可能带着伤痛的孩子 要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来 我们要帮他疗伤 要帮他重新建构一个对人的相信 对世界或对人的爱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 可是在每一次跟你们的互动过程当中 都看到每个孩子 都因为有你们的照顾 而改变了他们可能对人的相信 可能改变了他们对原本世界的愤怒 有可能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包容 这样的一个接纳 真的不太容易 根据统计 104年度宜蘭县 受理额少保护案件数 总共是282案 累计约有100名额少 需要接受寄养安置 但只有现有25户寄养家庭是不足的 新年度开始 社会处希望有更多家庭 投入寄养服务 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 感谢各位寄养家庭的爸爸妈妈之外 也呼吁我们在宜蘭县内 有符合我们寄养家庭资格条件的家庭 能够跟各位来学习 付出我们的爱心 我想小朋友能够在宜蘭县能够快乐的长大 这个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寄养家庭凡年满25岁到65岁间 据国中以上教育程度就可以报名 资格审核通过成为寄养家庭 还要接受儿少亲子照顾等课程训练 而社工也会定期进行实地访试 给寄养家庭需要的辅导与协助 宜蘭县志的黄竹汉猜不到